从前啊,有一家大财主的少爷看上了店户家的女儿,可偏偏店户家让少爷倒插门过去,不然不嫁,真是稀奇啊。 大家好,这是梦翔文学,喜欢我的故事请点赞并关注我,每天都有好故事说给你听。 孙家店有一个大财主,名叫孙友才。 孙家店的地,差不多都是他家的。孙友才不算坏,收租子也不算狠,因此不少店户都愿意种他家的地。 秋收时候,管家留三代找家丁去收租子,小少爷孙泽也要去试试。 孙友才有三个儿子,他本想让他们专心读书考试,别管经营的事,偏偏这小儿子倔强,想到的是非干不可。 无奈之下,孙友才告诉孙泽,店户有的好说话,有的不好说话,碰上不好说话的,你不要硬来,交给管家留三就行了。 孙泽点头硬了,可收了一天租子。 傍晚回家后,他就呆愣愣的,茶不思饭不想。 孙友才急了,问他是不是受了刁蛮店户的气,他也不说话。 孙友才让刘三去查到底咋回事,刘三去了半天,回来对孙友才说,老爷,少爷哪是去收租啊,他是去提亲,被人家给拒绝了。 孙友才又惊又气,惊的是儿子不问自己就敢私自提亲,气的是方圆百里谁不知道自己家的条件,儿子提亲竟然还被拒绝。 他忙问刘三,是哪家的姑娘? 刘三说,是庄东头那个外来户李德芳,他女儿叫李小翠,长得确实标致。 听说少爷之前还帮人家在地里干过活,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 说起李德芳,孙友才有印象,是前两年独自带着女儿来到孙家店的,听说是个落地秀才。 虽说租了他家的地,但种得不怎么样,不过李家从不欠租子,也不算贫寒。 孙友才跟刘三说,既然是读书人,傲气点也正常。 这样吧,要是那姑娘确实不错,我也不反对。 虽说是店户,毕竟是秀才,做亲家也不丢人。 我这小儿子吧,看着眉清目秀的,其实挺倔的,认准的是不好命。 刘三吞吞吐吐吐地说,可人家不干啊,说高攀不起。 孙友才急了,把孙泽叫过来,你就非要娶李家姑娘吗? 孙泽坚定地说,非他不娶。 孙友才叹了口气说,明天我亲自带着你去提亲,给足他面子总成了吧。 第二天,孙友才领着孙泽,让刘三带人抬着彩礼,郑重其侍地来到李德芳家。 李德芳倒也以礼相待,听完孙友才的话后,撵着胡须说,我们这算高攀了,确实不敢答应。 孙友才忍着气说,李先生,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说,小儿确实喜欢另爱。 李德芳微微一笑,少爷是好孩子,我不敢答应是因为我老伴没得早,只剩下我和女儿,我是要招上门女婿的。 此话一出,孙友才顿时变了脸色,刘三忍不住喝道,老李,你疯了吧。 堂堂孙家少爷,怎么能给你店户家当上门女婿。 孙友才气得拉着孙泽拂袖而去,刘三瞪着李德芳道,孙秀才,太不识抬举了吧。 李德芳毫不畏惧,我提醒你,我只要松口,随时都是你老爷的亲家,你客气点。 刘三气的一跺脚,也走了。 回到家,孙泽彻底病倒了,眼看着他日渐消瘦,孙友才和老婆都心疼得不得了,找了不少医生,都说心病还需心药医。 最后老婆对孙友才说,咱家三个儿子,给出去一个还有两个。 如果不给出去,眼看是不行了。 孙友才犹豫道,只是咱孙家少爷倒插门,我这面子往哪搁。 妻子生气地说,儿子都要不行了,你还顾着面子。 孙友才跺跺脚,罢了,我认了。 第二天,孙友才又找到李德芳,说愿意让儿子倒插门。 李德芳慢悠悠地说,如此甚好。 于是,双方定了婚期,孙泽听说后,百病全消,乐得一蹦三尺高。 孙友才怕儿子过去受苦,拿出一百亩地当嫁妆,送给了李家,李家一下从店户成了父户。 李德芳也不推辞,全庄人都偷偷笑话孙友才,又羡慕李家有个好闺女。 刘三气地直瞪眼,但也不敢说什么。 孙泽过门后,小夫妻俩和和美美。 孙泽原本就爱读书,李德芳继续教他读书,但也不让他只读书,每天也要下地干点活。 干多干少无所谓。 孙友才听说后,十分心疼,让刘三跑来求情。 如今,你家有一百亩地,雇人种就行了,别让少爷下地干活了。 李德芳却淡淡地说,他是我李家人,不是孙家少爷,不劳费心了。 刘三气地火冒三丈,无奈对方是少爷的乐仗,他不敢怎样,只得回去添油加醋地告诉孙友才。 孙友才也是无可奈何。 转眼一年过去了,李小翠生了个大胖小子,李家自然要庆贺一番。 孙友才也送了后礼,想和李德芳商量,孩子能不能姓孙, 李德芳一晃脑袋说,按规矩来,孙友才酒喝得也不痛快。 又一年过去了,孙友才忽然摊上了官司。 刘三收租子时和店户打斗,误杀了一个老头。 那苦主家又联合了几家店户,告孙友才为父不仁,欺男罢女。 孙友才大吃一惊,他跟支县反复辩解,上下打点花了不少银子,无奈正赶上朝廷因为连续发生几起地主打电户的人命官司,正要震慑一下,所以定要严办。 刘三被判死刑,虽有才愿拟判,夺产坐牢三年,最后还是银子起了作用,只判夺产驱逐。 虽有才家的财产和土地一下子都没了,就连已经单独生活的大儿子,家产也被连带罚没。 一夜之间,一家人从地主变成了连店户都不如的流民。 孙友才带着亲儿,走投无路,抱头痛哭。 这时,孙泽气喘吁吁地跑来说,父亲,母亲,岳丈让我来接你们,快回家吧。 孙友才吃惊地问,你没受牵连吗? 孙泽说,官府去过,岳丈拿出入坠文书给他们看,说这是李家,与孙家无关。 官府查识后,就走了。 孙友才,想想,也无处可去,只好带着家人跟去了。 李家这两年盖了新房子,足够孙友才一大家子居住。 孙友才感慨地说,老哥,想不到当初小儿入坠,今天却救了我全家。 李德方微微一笑,其实我早就想到了,当初我坚持让孙泽入坠,就是防着这一天。 孙友才惊讶地看着李德方,李德方叹了口气说,你人不坏,就是不管是,你的儿子们也都不管是。 那刘三大全独揽,为非作歹,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 孙友才吃惊地说,刘三是我亲戚,他爹救过我,我俩从小一起长大。 他不是坏人啊。 李德方说,就因为这层关系,别人才不敢向你告状。 偶尔有人提起,你也不当回事。 刘三金长调戏店护家的女眷,那些欠租子交不上的人家,没少受他欺负。 我从不欠租,他还趁着小翠下地送水时,对他动手动脚。 当时,孙泽刚好碰上,解了围,两个孩子才认识的。 孙友才恨得连连跺脚,李德方说,管家如此,我料到孙家早晚会出事,所以才不让小翠嫁过去,一是避免被牵连,二是给你家留条后路。 孙友才敬佩地说,老哥,还是读书人想事甚远啊。 李德方哈哈大笑,读书人也有分别,书呆子是没用的。 我不让孙泽关在书房里死读书,就是因为自己当年吃过亏。 我不是什么落地秀才,我也是中过进士的,就是因为死读书,得罪了高官,才辞官隐姓埋名。 学问见识,书里一半,书外一半。 孙友才由衷地说,老哥,孙泽入赘你家,我高兴。 李德方摇摇头说,小翠是我收养的,我从未婚娶,家里不给我传递香火,我要你儿子干什么,孩子还是改姓孙吧。 我那仇家病死了,我也打算回老家了。 孙友才感动得身居义宫,老哥,孩子不用改姓了,不管你将来回不回来,孙家和李家永远是一家人。 据说啊,听完故事并点赞的听众,今年发大财哦。